嗨,各位网友,各位听众观众们好 刚才得到一个突发信息 就是广西南宁市 有一个叫梁村,就郊区啊 一个叫梁村的地方 今天也就是27号的晚上 发生了一起由当地政府和警方 大量的保安人员出动进行的一个强拆行为 那个视频呢,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画面 看到这个警方出动的人非常多 还戴着钢盔 手里有的人拿着这个警棒 还有其他的一些武器 然后呢,还有他们出动了装甲车 那个正是非常的吓人 就是按照网民们所说的说法 就是像鬼子进村的那种阴森森的感觉 现在这样的,我们在中国经常发现的事情 就是由于地方政府要进行什么建设性的 或者商业性的开发项目 涉及到很多利益集团的一些 他们的获得暴力的这样的一些计划 遭到当地村民的抵制反抗 往往是由于补偿的这个方案不合理 所以呢,在中国反复的发生这一类的强拆事件 我们还记得2007年 那个时候出现的这个浙江前运汇 就是一个村的村长叫前运汇 被这个卡车压死在车轮下 还有呢,就是在2015年2月19日 石家庄市一个村民叫做贾进龙 由于他的婚房被拆 补偿方案不合理 甚至强恨无理的拒绝了他很多合理的诉求 所以那个村长兼书记叫何建华 在进行春节团拜的时候 被贾进龙用射钉枪改装的那种 一种工具枪吧 当场把他射死 所以引发了这样一个非常强烈的 全国乃至世界关注的案件 所以从这些案件我们可以看出 一方面地方政府采用暴力强权来欺压村民 来这个强占村民所拥有的 无论是私人的财产还是集体的财产 那我们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土地法 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物权法 都是要保障农村村民一定的权益的合法性 这个虽然讲从所有权角度上来讲 物权法并没有那么明确的保护私有财产权利 而是更加强调了要保护公有财产权利 但是由于这样的一个不对等的 从法理上来讲就不能够成立的一种 滥用国家政府的强权和机器 来欺压普通村民的这样一种行为 应该说在全世界得到了广泛的关注 但是呢我们看到这样的持续 就是这样的类似的案件还不断的 事件还不断的发生持续的进行下去 而这个习近平自己一方面高调的说要以法治国 而且还说要建设法治政府法治社会法治国家 可是另一方面我们看到的活生生的现实 却是与法治完全相悖的 而且我们也知道这个习近平其实他号称这个变读各国的经典著作 但实际上他是一个不学无术的 根本不了解的基本法理和常识的这样的一个初衷博士生 因为他不懂得法治就是法律至高无上的意思 而不是说要在党的领导之下 如果在党的领导之下的话 那法律就没有什么至高无上的地位和这个功效 所以说就不是法治国家 也不是什么以法治国 即便按照共产党自己的法律来细致的推敲执行的话 他们也是违背共产党自己制定的法律的 那么现在有一个两个特点我们应当注意的 就是现在你看到这个梁村这一次这个强拆的这个场面 有人说非常的震撼 也有人说非常的壮观 一方面是这个村民 手无寸铁的村民 他们纷纷的涌到街头保护自己的权益 但是他们是手无寸铁 他们只能用自己的手机来录下一些当时的场景 而另一方面呢是带着钢盔拿着警棒 甚至由装甲车出动 还有一些地方出动了军车还有军警 不光是警察还有军队参与强拆的事件 所以这样的一个态势让我们感觉到 这个国家的这个行为 也就是说过去是地方政府违法的一些强拆行为 现在越来越上升到国家机器化 也就是说越来越带有国家整个利用国家公权力和国家机器 来全面的镇压这个地方老百姓这个合理诉求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所以这个是越来越恶化的一种态势 我们将拭目以待 谢谢各位观众